本章主要讲的是请一顿饭顺便做一个市场调查 那其实请一顿饭其实也可以变成请一份下午茶 甚至于如果说你的预售屋或者说你的销售中心有常驻厨师或者常驻外汇团体的话 基本上对你来讲的话你只是一天的费用而已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假设不议来讲我们今天call客 或者说我们请跑单小姐去把客人叫进来 那我们通常来讲请吃一顿饭一来我们是透露一个消息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未来会有什么房子好买 因为这是他们投资标的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那第二个顺便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所谓的市场调查 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样诉求的房子 或者怎样诉求的一个房子 也就是一定条件开出来之后 你会考虑到现场看一下 那可能A案B案C案这个就是市场调查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假设增加什么样条件 你会考虑到现场看一下 因为人就是一种积分嘛 一种积分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一件事情你对他可能是不振不复 本来你也不是很想去 可是问题当多了一个条件 多了一个资讯收集 或多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现场看一下 然后再来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如果每瓶价格你会考虑购买 那现在如果说单一个人的部分的时候 只可以做我们单一个客户了解 可是当有一群客户可能是100个 样本时的时候 这个价值就很大了 我举个例子 因为其实客人会购买其实就是一个成交比 成交比的意思看你是1比10还是1比100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1比100太扯了代表你资料库有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以一群客户来讲我们开定一个价格 那如果大多数人会买它就有一个比例关系 既然有一个比例关系它就有一个天数关系 也就是一种成交天数关系 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一个暗场的部分 如果卖100万可能90天可以把它clean掉 卖110每平可能180天 卖120可能是300天 卖130可能是330天 那重点是因为你不可能卖房子卖超过330天 理论上你一定是6个月 最多再延个4个月你一定要爆开工 你跑不掉 可是为什么330天还是可以接呢 也就是130万为什么还可以接呢 因为我只要能够卖8成就好 各位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要服务过代销业的人你就很清楚 8成是一个底线 就是不检讨广告会的底线 那所以说很有可能是 我今天如果对这个房子我很清楚 我今天要把好房子先卖掉 或把坏房子先卖掉 其实业主本身是不知道的 如果说我今天是完销追求100%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一定是丑的房子先卖 卖到最后面随着价格越调越高 把最后好的房子都卖掉 可是如果我一紧急的时候 我可能就把所有的好的房子都卖掉 那只要超过8成我不检讨广告会我可以领到钱 剩下20%就是你该伤脑筋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 除了计算户数以外 我们计算成交比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人数 假设比例来讲我们今天是1比10 那我们就找1000人 那如果1000人180天就每天找5个人来 对不对 那如果是1比100的话 那就1万人 那1万人的话 就是每天要找50个 那如果每天要找50个的话 我现在有10个把单缴解 每个人平均都要找5个 那当然我们要注意假日跟平日比 那当然我们要随时注意 那种来电的人 还有来人 在接电话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把客户约到现场来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成本是什么 成本就是一顿换 成本可以是一顿换 也可以是一份切好茶 也可以只是一种小小赠品 甚至是一个资讯的提供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家要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